两辆汽车停下来 这时一名男子走出来 手上提着一袋垃圾直接往地上甩 这还不夸张 后车厢打开满满的垃圾继续丢 其他有人见状用脚把垃圾提到水沟里 甚至早餐吃完了 左看看右看看 假装没事把餐盒一起丢下去 监视器上四人把整辆车垃圾清空后才甘愿离开 回到现场在宜兰投城纪念公园附近 一旁就有民宅 本来住户就有驾车店也一年前开始发现 常常诱人乱丢垃圾 掉一间监视器后找出乱丢的民众 而这四人疑似为共诚通勤族 一起在这里集合要搭车北上 只是看到家里外面乱糟糟住户好傻眼 有钱人很多的睡觉 弄这里的阿嬷在买 早就发现这样的状况留字条提信结果变本加厉 环保局接过消息后前往清理 一旦被抓到会被罚 乱丢垃圾真的很不可取 附近住户将监视器曝光提醒车主 别再出现这种行为 同时还给大家一个干净的环境 TV新闻简单 王思纯宇兰蔡方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